我們今天要做的那個枝葉圓埔 其實重點不是獨居峰 它的重點是枝葉圓埔 其實枝跟葉就是這些朋友的食物跟妻所 他在那邊住 然後吃它 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搬一桌在那邊 大家來吃喔 會不會有人來 大家都過來一次吃完之後 你把它放枝葉在裡面就是告訴大家 我這裡有食物 大家來 是不是很快就聚集了很多像這樣的生物會進來 對這一棵樹是不是就很好 很短時間之內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該有的生物群聚會出錢 因為我們不能隨便把枝葉堆在樹旁邊嘛 民眾會抗議 風來會吹走 所以我們才會旁邊架圍 然後用落葉膠囊 把那些落葉固定起來 不要讓它亂跑 就放在那裡 透過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土壤會鬆軟 那為什麼要獨居峰 全世界的峰類有80%是獨居 這獨居的峰裡面 又有70%住在土裡 米界坑信的不多喔 是住在土裡面喔 包括那個會抓蟑螂的 都住在土裡面 所以你獨黨的環境如果像這樣 他絕對不會來 因為沒有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把它圈起來 我們就是可以觀察 獨居峰來了沒有 他也會把這裡當成一個 他適合的生產環境 所以這樣的一個設計 獨居峰 是一個指標 他不是木技 我們真正要的是 職業園 所以才會把它圈起來 所以我們一直很強調 樹需要朋友 沒有朋友樹掌不好 然後